現在美國呢他們開始也要做一些反制 比如說雷蒙多 我們就看到他就直接講啦 他說他發現啦 現在我們雖然進了中方的這個先進晶晶片 可是他們成熟晶片啊 現在要是大量的 他們開始呢 在出口之後 或是在生產大量的成熟晶片 欸反而就像太陽能板一樣啊 就反而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新的隱憂 這會把我們給趕出市場了 那大家就開始在問啊 啊所以呢 所以就是先進的 欸你進了人家 人家開始用成熟的 那成熟的你現在又說不行 這樣會影響到你的市場 那到底應該要怎麼樣來思考這件事情 才是對的一個角度呢 而另一件事情呢 則是在求是這一本雜誌 習近平前幾天呢 他也署名了一篇文章 意思就是說什麼 說我們自己要開始好好的來把 不要被卡脖子 科技上面 特別是設備上面 我們要自己把它掌握好 那這個部分呢 也看到他們現在有公佈一個新的28條措施 就要挺名氣來投資六大科技 這裡頭就有包括了新型儲能啊 包括了這個人工智慧啊 雲計算等等 欸這些其實都跟半導體也是有關係的 看起來他們開始在轉變他們的一個整體的模式 然後把他們整個國家的力量 是朝這個方向努力的在前進 您怎麼樣來看 在科技上面有可能會再下一局嗎 因為現在9月再來是8月是加根者 9月是無人機 它會不會就是一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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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雙方的對峙上面 其實中國的比較大的科技公司 有很多本來就民營公司投資的啦 它可能還要繼續開放某些領域啦 那鼓勵民營企業投入嘛 這個某事實上你去說阿里巴巴 阿里雲啊 騰訊那都是民間的嘛對不對 那我們說一些科技公司很多也是民間的 小米、VOVO、華為都是民間的啊對不對 所以這個沒什麼意外啦 那只是可能政府願意集中一些 可能是融資吧 資金來提供一些支持啦 大概這個比較有可能啦 這個我認為不是新的東西啦 那這個應該是說 它可能有一些領域本來是 比較偏向軍方的 那現在可能也開始歡迎 民間一起共襄盛舉 這美國也是如此啦 加入大家把力量壯大 對或者美國有很多科技 事實上是軍方釋出給民間啦 比如說谷歌地球 谷歌地球是軍方的 最開始的時候 不是Google的欸 那比如說Apple 蘋果手機那個語音那個Siri 那也是軍方的欸 最早是軍方的 對 互聯網 Triple W 那一開始也是軍方啦 嗯 是 所以美國居民合作 比中國還徹底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美國這個 現在在制裁中國具名兩用就是笑話啦 他自己就非常嚴重 非常明顯 那至於那個成熟製程喔 坦白講你如果要進一步 要制裁中國的成熟製程 那你不如乾脆就是說 你要把中國的半導體產業全部打死 嗯 不是嗎 嗯 至少美國已經開始做啦 他不是叫荷蘭DUV不要出口 對 那荷蘭也聰明啊 他說我9月1號 我就政府審查是否個案可以出口 所以他並不是沒有做啊 嗯 問題是DUV中國早晚會做出來啊 所以你這個是堵不住的啦 這個Romando是註定你要失敗啦 因為這個沒有辦法啦 就是 只要中國進入一個產業 然後他逐漸取得製造能力 他就開始價格破壞了 因為他的東西就真的比較便宜 那因為他的市場夠大 所以他可以支撐這個高科技企業 在國內先發展 那到了一定的獲利程度 然後他就開始外銷啊 這個沒有辦法阻止的啦 因為已經有太多例子了啦 比如說北斗 北斗一開始美國也是打壓的啊 對不對 那你不給GPS嘛 那北斗人家後來就做起來了 那北斗目前的產值 已經差不多有3000億美元 那不就是搶了你的市場嗎 對不對 那東南亞現在都用北斗啊 對 很多國產 非洲也用北斗啊 拋光5G建制他就直接幫你進行一些 因為比較便宜嘛 對 比較便宜嘛 因為很多高科技貴的地方不只是採購啦 還有維修呢 零件供應 所以那整體就是一個很大的支出嘛 所以這個是沒有辦法阻止的啦 美國只能夠眼看著一個一個領域被攻破啦 就歷史已經證明了啦 就你只能夠往上升級啦 去做一些更有創新 然後中國目前還沒有的東西 你如果在既有的產業上要做阻擋的動作 終究都擋不住啦 所以就是只能往前衝啦 這個亮哥意思就是說做肉搏戰喔 贏的勝率會比較低一點點 當然啦 但是往前衝 你的勝率不一定會輸 他那個不是肉搏戰 他是要擋人家 他要擋人家 就不賣你 卡 卡 對是卡 卡你 卡不住的啦 你撞上來我要繼續卡 我認為卡不住 是時間的問題而已啦 是 所以現在基本上大家也開始在講了 我們剛剛說軍民兩庸之外呢 基本上美方現在其實在很多科技上面的圍堵 他強調都是一件事情 就叫做國家安全 就是我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思考 我認為他繼續發展下去 就會影響到我們的國安 那當然就跟軍事有關 先前我們講過 美方很在意的是火箭軍 好 為什麼 原因是因為他們基本上就是管了所有 比如說能夠洲際彈道飛彈 能夠打到美國的 很多都是在這一個地方裡頭 現在突然之間大家看到了習近平換將 這麼一張照片發現火箭軍的高層大洗牌 其實從上個禮拜 可能是要接近上個禮拜到上上個禮拜之間 大家就開始看到了 先前火箭軍的長官李玉超 一直有很多傳言 包括說好像他兒子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出了一些問題 然後他還有人轉他是直接被帶走等等 現在在這張照片當中證實了 現在是真的上面長官換了人了 而且這兩位長官一個本來在海軍 一個本來在空軍 那大家想說奇怪了 火箭軍現在換了一個海軍一個空軍來 怎麼樣來思考是不是他戰略的角度 開始不一樣了 還是他內部也開始在進行重整 那先前我們都講了洲際彈道導彈計畫 核武器計畫都在這個裡面 會不會有一些致命性的影響 或者是戰術上面美國他看到什麼東西 你怎麼看 通常如果有別的軍種來接 給人家的感覺就是這個軍種內部的管理出了問題 要整個大洗牌 因為彭根錯節 那可能包括兩個東西 一個叫貪污 另外一個叫泄密 因為 李玉超的兒子是被傳出泄密 不過這也沒有辦法證明 可是因為去年10月美國空軍大學登了一個 有關中國火箭軍的報告 寫了200多頁啦 那配置圖實在是寫得太詳細了 所以這個當然引起人家的懷疑了 說他大概有拿到情報吧 所以我覺得那個大概那個事件才引起了一些調查 那後來當然也陸續發現有貪腐的現象 因為習近平他最近不是在成都開幕那個四大運嗎 那結果他順便去訪查 視察這個西部戰區 他就在西部戰區講了一段話 他說未來解放軍特別要有三大任務 一個叫陣風 一個叫數計 整數軍計 那第三個叫反貪 這三個都是同一件事情 對啊 你不覺得就是 就是同一件事情 就是作風要處理 紀律要貫徹 然後貪腐要抓 我認為這個就是針對火箭軍 我想 大概因為這個部門實在太封閉了 所以可能很久大家都沒有去查 不然事實上你可以看到中國大陸各個軍種 大概很多弊案都抓過了 這個軍大概是這麼大規模的大概第一次 就是說司令副司令都一次處理 而且由海軍來接司令 那這個給我的感覺就是要做整頓 那怕旁根錯節嘛 如果是自己人來辦自己人 搞不好又造成派系鬥爭 所以只好請外面的和尚進來處理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倒不覺得說這個有什麼路線上的變化 不是啦 而是管理出了嚴重問題 那需要做組織跟人事的整頓 這個美國國防部 他其實現在在這個對解放軍 他們是非常的在意之外 還有他們在記者會上頭 大家對於他們的一件事情也是很在意 因為拜登他剛剛簽署了一個總統撥款權 然後去簽給了我們錢嘛 3.45億美元 可是問題是要買什麼 現在我們就有去問 那這不是台灣決定 對 那接著去問之後 他還告訴你說細節我不能講 細節我不能講的原因是因為我講了之後 這個中方或者是對台灣這邊有敵意的 就會知道說我在排的是什麼戰略 所以我一點內容都不能說 好 可是這個你看路透車直接講 中方他就完全的抱怨 說你這給的是危險的武器 那這樣子基本上大陸的防長 就是李尚福他其實也還直接的喊 還說我們要開始練兵備戰 然後在8月1號他們整個軍演節的時候 就看到了山東艦穿越台海殲-154 直接掛彈起飛的這些畫面 那個感覺就是他喊了一句 所以是準備作戰 氛圍已經到這樣了 那大家就想問 您怎麼樣來看在這一次美中台三方這件事情上面 再加上您剛剛特別提到的2758 其實時間點都是非常近的 放在一起的 會不會有一些更直接的影響 因為接著下來賴清德也要去美國嗎 其實這些東西我覺得都會鎖在一塊 你怎麼看 我覺得中方是故意把這個問題放大 事實上美國如果是透過總統撥款權 繞過國會 那給的東西大部分都是彈藥 那彈藥裡面射多遠 因為你如果說要構成攻擊武器 那至少能夠射過台灣海峽吧 也就是說射程至少要在200公里以上 那事實上沒有這種武器了 我覺得那個就是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校正 所以你不要過頭 那他當然是反對的 因為美國給烏克蘭 因為通常他這個總統撥款權的使用 都是在於怕走程序會來不及 是 那坦白說也是把你這個地方 當作是一個準作戰區 就是已經相當危險了 那可是如果走正常的軍購程序 怕來不及 那我坦白講 我們台灣真的要買的東西都在排隊啊 都沒有來啊 飛機也沒有來啊 F56V沒有來嘛對不對 反潛機沒有來 然後RQ-9B 那個死神無人機也沒來嘛對不對 那所以還能給什麼 排隊的都是比較有威脅的啦 就是他不是要打登陸之後的作戰的 他是要飛出去的 打更遠的 要嘛就海面戰爭 要嘛就反登陸的 魚叉飛彈也是嘛 魚叉飛彈他給我們的射程只有80公里 超近的 也就是要越過中線才打得到啊 他為什麼不給你真程飛彈 真程飛彈就會 射120到150公里啊 美國算計這個我們廣義叫戰場管理啦 他對台海發生戰爭的戰場管理是非常嚴格的啦 所以他當然知道可以給你什麼武器嘛 那可是大陸注意的是 你第一次使用總統撥款權 因為這個東西是這樣啊 這個我們叫PDA啦 叫總統授予的權威啊 那在烏克蘭 美國已經使用了43次總統撥款權 那你不覺得這個這裡面有微妙之處嗎 好像那個跟上了某一個腳步 是啊 你是不是已經開始變成烏克蘭2.0了 不過大家一定會這樣理解嘛 不只是大陸會這樣理解 台灣的人也會有人這樣理解嘛 當然不完全一樣啦 因為還沒有處於交戰狀態 那可是美國真的是急了 覺得有一些東西 你可能買排隊來不及啦 所以就給你插隊啦 事實上美國給烏克蘭43次 就是總統撥款權的各種武器啊 金額已經超過300億美元 你剛剛講這個才3點多啊 對 3.45 他一次的額度最高可以到10億美元 一次 所以等於就是恭喜你台灣走上了這個軌道 就表示你一定有相當的危機啦 那美國認為必須把你武裝起來啦 不過他不會這樣做的 美國就讓你排隊就好了嘛 他事實上武器早上還是會給你嘛 可是就要拖嘛 有的2025才開始 有的要到2026對不對 所以這次事實上比較受注意的是 他用總統繞過國會的這個撥款權 提供了這個武器啦 那至於這個清單是什麼嘛 你就不要問了啦 不能問喔 他不會告訴你啦 因為是他決定的 對啦 是他決定的 那你也不要去幻想這樣來的東西 能夠有多高規啦 因為有傳出來嘛說 是不是給RQ-9A啊 那那個就是美國的偵察機嘛 偵察無人機啦 那又有人說 那偵察無人機那個 有部分的功能要把它拆掉 不然可能會有問題 那個拆掉的錢還要另外算你知道嗎 而且那個也要我們付錢你知道嗎 所以我的意思說 你不要以為這個是免費的 不一定 你以後就知道了啦 不過烏克蘭就是免費的 烏克蘭目前是免費的 你現在要烏克蘭付錢 也有點為難一下吧 是啊是啊 對 所以你怎麼樣來看 因為在您剛剛講的說 這個路子好像跟烏克蘭很像的 一個情況之下 然後我們今天又看到這個消息 這個是他們一個東洋經濟 日本的一個雜誌 然後他就直接寫了 台灣的危機 是不是真的日本會被迫有事呢 所以他就直接在講啦 如果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這麼一件事情 他們的想法是 台海如果開戰的話 日本的海上運輸線受阻 會影響到他們GDP三成 另一件事情呢 則是直接講說 日本現在他們開始 我們之前有講過 是不是有在演練撤僑啊 等等的這樣子的一個盤算 那他就直接說啦 台灣這邊確實他們有在思考 這麼一件事情 做好準備 但大陸這一邊啊 他們說 其實他們也有在這裡 日系都有跟他們講說 是不是要開始準備啊什麼 但是大家都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打算 頂多做到什麼 就是給你一張沒有日期的機票 Open ticket 對 就是這樣而已 但是沒有人說他要撤退 但台灣這邊呢 其實已經真的 完全的有在做這樣子的一個盤算囉 然後今天又看到什麼 今天又看到 日本真的對我們很上心耶 他現在呢是邀請我們 一起去跟他們做兵推 同時呢他這個智庫就講說 不是只有他們喔 美國這邊也會有人來喔 美日台要開始一起來做兵推了 您怎麼樣來看這些訊息 目前日本是抗拒啦 他大概做的都是到開戰前 對 就是到撤僑嘛 那因為前一陣子有 日本防衛省的一些官員來台灣 那跟我們做了兵推 那大概有40個項目 他做到第26項他就回去了 沒做完啊 不因為之後就是開戰了 所以從這裡你可以看到 日本防衛省是很謹慎的啦 就我如果跟你做了開戰之後的兵推 那這意味著什麼 因為這裡可能就有一些事情要落實了 他硬不硬 他進不進來 不是進來啊 他到時候會不會進來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要做一些科技上的準備啊 比如說數據要不要連線 是 他不願意嘛 因為這個一定會傳出去嘛 那你數據連線是什麼意思 我們台灣因為跟美國不是盟幫 對 事實上美國是沒有辦法出兵進來的 因為他跟你數據都沒有連線 我們講的是指管通勤上面的聯絡 比如說人家動不動就軍演啊 美國也跟菲律賓軍演嘛 日本 韓國都軍演 他們的數據都是連線 那美國以前還跟新加坡軍演 新加坡雖然不是盟幫 可是是經常軍演的對象 泰國也是 為什麼美國要做這個事 聯合軍演就是要數據連線的意思啊 我們台灣並沒有數據連線啊 比如說日本為什麼在緊張 中俄聯手 因為最近我們看到 中國的飛機從 俄羅斯的機場起降嘛 然後俄羅斯的軍機也從 南京機場起降嘛 是 這個沒有數據連線如何能做到 嗯 然後還海空聯合 那也就意味著軍艦可以聯絡空中嘛 這一定是連線了嘛 所以為什麼日本會緊張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你在談台灣啊 就有一些都是吹牛啊 你根本不可能一起軍演嘛 你如果沒有軍演 你怎麼可能談兵隊 這是不現實的啊 是 比如說我美國都要假設兵推嘛 那你知道他們假設的前提 你一聽你就覺得相當的愚蠢啦 比如說他是怎麼假設的 他假設中國大陸要打台灣 那就在同時攻擊沖繩 因為他要預防你介入嘛 對 上面的會下來這樣 那你認為中國會這麼笨嗎 我如果直接攻擊你沖繩 那不是製造你出兵的藉口 是 他何必這樣做 對中國大陸來講他一定是打台灣嘛 然後用最短的時間造成既定事實 是 然後讓你要介入都來不及啊 他不會讓你有藉口的啦 你懂我的意思 所以他了不起做什麼事 做封鎖嘛 那他怎麼可能先去先發智人去打沖繩 這簡直是匪夷所思嘛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東西呢 因為兵推的邏輯要往前推啊 你如何讓日本出兵啊 那除非日本被攻擊嘛 不然日本沒有辦法出兵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 那如果說戰爭只是出現在台海 那日本真的找不到理由出兵啊 因為這個會危險啊 對 所以就是除非美國出兵了嘛 那你作為美日共同防禦 所以日本可能就要做一些資源嘛 可是這個資源也有可能不是作戰性啊 也可能只有後勤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比較像他們現在政界的人偏好的一個方向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你沒有被攻擊嘛 是 那台灣不是你的領土嘛 所以 所以這裡就有它的極限啊 所以我說 這種什麼叫做美日台兵推啊 這個我根本就不相信啊 嗯 因為你沒有數據連線 是沒有辦法真正作戰的 就是整個到底資訊那時的情況 為什麼你沒有辦法跑去結果 然後你兵推的假設的邏輯 因為戰爭有它的邏輯嘛 對 那個邏輯又可能不存在 那我要這樣研究你兵推幹嘛 因為它真的就是假定 中國大陸直接攻擊沖繩嘛 或者直接與那直接打與那國島 我難以想像中國大陸會這麼愚蠢啊 它沒有必要啊 我為什麼要讓你有借口借護 是 所以你怎麼看美日韓 因為他們現在呢三方他們是大衛營嘛 那說這個聯合磋商內容 有可能就是說 其中一方呢 如果說它真的是爆發戰爭啊 或者是要進入一個戰爭之後呢 要先知會另外兩方 你覺得這個是比較像是一個踩油門 還是在踩煞車 這個是踩油門 對 它想要聯防啦 對 可是 我認為日本跟韓國都不一定會同意啦 比如說朝鮮戰爭 我日本沒有義務要參加 而且他們日韓關係嘛 不是 現在就是想要藉著影席樂 它特別親妹嘛 對 那就看你們可不可以談定這個 這個是美國的想法啦 可是日本人會想啊 朝鮮戰爭我為什麼要加入 而且北韓 常常出人意外的攻擊 做出攻擊啊 那變成跟我有關喔 比如說以前那個北韓 也攻擊過那個岩平島的 南韓的海軍設施啊 那這樣變成這個行為跟我有關喔 我很難想像日本人願意這樣 那另外一個就是 韓國也會去想啊 因為日本 韓國關心的只有朝鮮半島嘛 那他就會去想啊 你日本萬一跟中國或俄羅斯發生衝突 我要介入喔 我不找死嗎 因為站在韓國的角度 他沒有理由要去對抗中國跟俄羅斯啊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就是美國談一談吧 不會有答案嘛 就是過個水這樣子 大家講一講 兩個國家有各自的問題嘛 你如果說美日共同防禦條約 那可能會直接面對中國跟俄羅斯嘛 那這個日本可以理解 對 就是萬一美國被打我必須支援 對不對 那美國跟韓國是另外一個 共同防禦條約的 那是針對北韓啊 那並不是針對中國跟俄羅斯耶 這假想敵是不一樣的耶 那你怎麼可以把兩個假想敵不一樣的東西混在一起 你這次角色 這個中俄 然後北韓 都考在一起的 中俄潮 所以他們只要發生了我們都要介入 我看沒有人這麼愚蠢吧 我難以想像日本跟韓國會同意 為什麼美國會推 因為都跟他有關 反正他都要介入 反正每日每韓都有美 對 所以反正他都要介入 那是不是可以大家一起來這樣 加強這個 大家的敵人打擊範圍 反正大家都是我的好朋友 你的朋友是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當然也是你的朋友啊 一起來